什么样的鱼才是海钓的最佳目标鱼 是鲨鱼 首先呢鲨鱼的体型非常的大 二三十斤到两三百斤四五百斤 第二呢数量非常多 在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容易钓鱼鱼的 澳洲啊马尔代夫啊 第三鲨鱼的力量非常大 轮子瞬间就要被拉爆的感觉 第四点就是鲨鱼的持久力非常强 有的时候呢钓鱼鱼可能是需要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一个人是完全考不住 那为什么很多朋友最怕的就是碰到鲨鱼 首先鲨鱼呢会打劫我们的鱼货 小到这种三四斤的小鱼 大到三四十公斤甚至上百斤的大鱼 经常被鲨鱼一口就咬得只剩半个头了 除了打劫我们的鱼货以外 我们的尔会被彻底干肺 2023年呢我们在马尔代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 非常漂亮的这个钓掌环境呢 钓拨爬中了几条GT都很开心 就是呢我们的队员老郑突然中了一条大 拉得很过瘾 我没有肚顶啊 这条大 你知道我怎么看着不太像是GT啊 到最后快出水的时候发现 哇原来是一条鲨鱼 这条鲨鱼其实并不是很大 大概也就是在一米二三左右 五斤左右吧 打破爬钓了一条鲨鱼 这个是钩吧 已经都拉直了 钩到这个杜上了 看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鸡鸡 哇 这个是它这个 这个里头的这根钢筋 看 看 已经给拉出来了 拉出来了 所以呢其实鲨鱼原本呢是非常过瘾的目标鱼种 但是呢大部分的鲨鱼钓完了以后呢我们是没法留的 因为第一如果比较大的话你弄的船上很危险 第二呢鲨鱼其实并不好吃 第三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保护鲨鱼的 所以呢我们钓货鲨鱼一定是要放生的 钓鲨鱼确实非常郁闷 那如何避免钓不到鲨鱼呢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大家如果有避免钓到鲨鱼的好办法 记得给涛哥说一声啊 感谢感谢啊